深圳台上高挑的model 身上穿的 手上拿的 通通都是台中在地店家的商品 台中市長盧秀燕 拼經濟新招 將舉辦台中購物節 暑假登場 七八月本來就是我們飯店的 一個旅遊的旺季 那搭配就是整個市政府的 一個觀光活動的一個帶動 那我們相信可以具體帶動 我們的住房跟我們的餐飲 的一個來客率 夏天也是冰淇淋的旺季 所以我們會全館都會做出 一個相當的折扣給那個消費者 購物節從七月十號到八月十八號 連續六個禮拜 只要消費滿五百元就可以抽獎 預估可以吸引超過四百萬人次 商機渴望破百億 台中市府推出的首屆 購物節祭出超高優惠 只要單比消費滿五百元 就有機會抽中千萬的精品豪宅 為了讓大家真的能夠拿到千萬豪宅 所以稅金也由我們來處理 所以換句話說 也有人幫你把稅給付掉 媽媽市長盧秀燕連得獎的幸運兒 要負擔稅金都設想到了 台中購物節週週抽 至少舞台進口或國產的名車 六台電動機車 總統套房住宿 還有千萬大獎精品豪宅 就連記者會神秘嘉賓 Sandy聽了都迫不及待 等一下就開始逛吧 不要等到暑假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逛 開始物色自己想要買的東西 暑假就不會人山人海 然後搶不過別人 台中市不論東南西北山縣 貨海縣各大商圈都打折 整個城市都變Shopping Mode 吸引人潮進來寫拼台中貨 記者程思源李維珍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字幕提供